新北市一桩妇女间的战争近日引起关注 一名二十多岁的无姓女子应不满父亲的严格管教 竟将父亲告上法庭 无负责以极大的手段反击 竟提告要求女儿搬出家门 这场家庭风波最终演变成法律战场 成为街坊邻里间热门的话题 报道指出 无女与年近六十的父亲同住 因父亲过于严格的管教方式引发争执 2022年5月间 妇女间的一次争吵升级 无女声称自己的卧房是私人空间 不应该被父亲随意闯入 但争执中 无负一时激动将女儿推至房门 导致她手部受伤 无女随后选择报警 将父亲告上法庭 指控其涉嫌伤害 然而 这场官司并未如无女所愿 一审法院认定无负的行为属于过失伤害 仅判处罚仅5000元 随后 无妇提出反击 决定将女儿驱逐出家门 理由是女儿的卫生习惯不佳 且不肯分担家庭开治 无女则回击称 这是父亲的报复行为 她从小住在该处已达20年 且从未被要求分摊家庭费用 不过 法官认为无妇作为屋主和家长 有权要求以成年的子女分家 尽管无女提出愿意分摊水电瓦斯费用 但法官最终裁定无女必须搬离 返还房子给父亲 这场妇女间的纠纷 在邻里间引发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父亲过于严厉 而有人则认为成年子女应该独立 无论如何 这起案件反映出家庭关系中的复杂性 以及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力 与义务平衡问题 法院的判决引起社会的关注 许多人对这桩家庭纠纷的发展感到好奇 也为这段妇女关系的未来发展抱以期待 这场看似平常的家庭争执 却在法庭上演成一出幽默而又嘲讽的剧情 让人不禁感叹家庭关系的复杂与多变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